有些人信宗教 是因为希望死了之后 可以上天堂 而基督教的信仰 不单只是为来生 也是为了今生 与创造主有密切的关系 当人以信心接受基督的救恩之后 对他的人生 会有什么影响呢 基本上 信主的人借着主的死和复活 得到永生 再不需要害怕死亡 不会做死的努力 而主耶稣也曾经说过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信了主之后 我们的生命是与主相通的 靠着主耶稣 我们得以过圣结和得性的生活 更加能够结出果子 圣结和得性的生活有两方面 第一 以信心活出圣结 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说 因那使人成圣地和那些得以成圣地 都是出于一 出于一的意思是出于一位天父 我们之所以能够一次成圣 是靠着天父的独生子 即是耶稣基督 牵上自己的身体 所以这个救恩是永远有效的 人得救之后仍然有机会犯罪 故此要凭着信心 活出圣结的身份 要有清洁的思想 有爱心的行为和进行主的话语 我们必须要知道 原本的救我 连同一切的邪情私欲 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第二 以信心得性试探和试验 主耶稣的受死不单止成就了救恩 还帮助我们过得性的生活 祂到成肉身 曾经受过试探 只是并没有犯罪 基督不单止是我们过得性生活的榜样 也都了解我们 就正如希伯来书二章十八字所讲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答够被试探的人 除此意外 我们在世上难免有苦难 同遇到各种不同的思念 不过信心能够帮助我们得性 所以不需要怨天由人 但愿我们都凭着信心过得性的生活 我们同心祈祷 慈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你使我们恩信清义 藉着主耶稣基督能够与上帝和好 并且恩着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 祈求天父帮助我们继续基督徒成圣的旅途 追求圣洁的生活 使我们守洁心清 谨慎言行 不会羞辱主的名 有求天父帮助我们 以圣灵的宝剑 就是你的话语 圣过魔鬼的试探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你看述我们的软弱 又时时为我们代求 你借着圣经向我们应许这样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主耶稣 我们信靠你 靠你帮助我们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祷告是人向上帝 倾心吐意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祷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 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祷事项 传真至 pray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自福看顾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